哈喽 大家好 今天断更了 然后没有发视频 昨天去看了门窗 去那个门窗市场去看了 但是难受 浑身发烧 你没有心情拍 也忘记拍了 就没有拍 然后昨天发烧 烧到 38度5 吃了也要 今天好一些了 然后他也发烧了 我俩都发烧了 然后现在去那个 诊所去打个针 很深难受 然后晚上回来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院子的进度吧 因为今天也没去看 鼻子也不通气 你看嘴巴 都已经起皮了 烧得冒烟 然后我们现在去趟诊所 刚去打了个针 看这会儿今天多憔悴 然后取了个快递回来了 今天摩托车也没敢骑 开车也没敢开 刚好在那边走路回来的 这会儿我去那个 拿个支架回去 顺便看一下我们院子 因为今天工人上午在干活 下午的话他们有事 回去了 现在院子里应该是没有人的 看一下工作进度吧 看今天后边的雪山 一点云没有 这天蓝的 开滤镜我觉得都没有这么蓝 这是原相机拍摄 然后我们现在到达院子 这个顶已经船铺好了 就算底下掉顶了 这个防腐木刷那个木辣油啊 等全部工程全部搞完以后 再去搞这个 不然的话刷也是浪费 二楼 这些地方 已经全部拿那个砖器上了 不然那个地方是漏风的 看这个房间 哇塞现在多亮 超亮 而且阳光还能晒进来 下午的时候阳光刚好从这个床后晒进来 到时候这个阳光刚好下到床上 这会儿还刚好还有一点 太阳再往这边再落一点 刚好倒是床在这儿 阳光把撒在这个床上面 刚刚好 现在还有一点房子制造 他再过一个半小时 再往这边降一点 整个这个房间里面就充满太阳了 也是有采光的了 然后那边留了个小窗户 那将来就是卫生间的 所以开了个窗 看这个角 往下降了三块砖 这里就以后是一块大玻璃 然后看 看着雪山 正常视角就是这个视角 我现在是用的广角 这正是躺在床上对着雪山 nice 挺好的 上二楼看看 这圆墙 已经阳台的 它现在垒的这么高 上面还做一个弧形 它现实中是比这个要高的 就是做好以后要比现在高 然后做了一圈 到纯刷摆上面再搞个弧度 然后那边将来要做防水 所以那边垒了半边墙 上面整个是玻璃 然后这个草顶 全部铺好 明天他们来铺这个上面了 现在他们在定做这个上面的这个玻璃 但是后边这两个玻璃 一边 一边一个 窗户 通风 前边 跟后边 就不做窗户了 哇 看那个 热水器 我的天 这一天它得撒多少水 这热水器 绝了 看看这边 这个里面这堵墙也砌好了 现在进来以后 我是这样想的 他说看 这个距离 观影距离 一间房够不够 摆上沙发 看电视 如果这个宽度不够的话 这个地方 就直接摆插桌 然后 这边拿木的做隔断 就是那种木工的那种工艺 做隔断 这个地方把这个墙上面镶嵌成板 摆上书 这里放一个躺椅 躺在这里 晒着阳光 看书 然后 这木格兰 外边是床 然后里面是洗手间 这里面是洗手间 然后这里是浴缸 它都给做好了 然后把这堵墙 都给镶嵌上了 它就不会漏风进来 那个地方的话 我让它把那个墙镶到里面留了一点 没有镶到外边 这样它进门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可以坐鞋柜的 刚好把鞋子放进去 是刚好的 还可以 今天下午工人也没干活 都感冒了 都感冒了 然后加上 我也感冒了 所以今天没拍下视频 就简单的过去看了一下 然后我们今天搞这一堆 一堆快递 我来看一下都有啥吧 今天拆快递 我自己买的 有一些是 那个 软件翻来的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支架 这是一个夹子 打开看看 这个是我买了 后面我在房车直播的时候用的 给它固定起来 然后这边是一个支币 然后可以把我的那个 手机夹的离我远一点 不然的话太近 每次影响直播 还有那个补光的效果 都会比较影响 我们回头装了给大家看 这个比较直观的这个效果吧 这是几个小的螺丝 这是一个单独鞋支撑的一个支币 因为这个支币呢 是我想把它 就支在我那个 副架后边那个床边 刚好卡在那个床边上 这样一卡 然后这个杆这样横连着 在这个杆上去架手机直播支架啊 什么的 然后这个上面架这个补光灯 因为每次在房车内不直播的话 灯光还是不够 就感觉有点花 再加上这些灯光 就非常完美了 所以买了这些 这些配的配件 这个有个锁头 刚好是锁在这上面 然后横过来 这上面架手机 架手机啊 将来直播 到这边直播的时候 也可以一样是可以用来架单反 什么的 两用的吧 房车上也可以用 到时候在直播间里面也可以用 这个应该是 电脑支架 因为现在有些工作的时候 我一个人弄的话 很多时候我要自己去操作 所以就买了一个这个电脑支架 放电脑 以前买过的那种不好用 这个应该还可以 这个功能比较强大 应该说巨强大 非常非常强大 看 还送了一个 两个都是TAC-C的这个 充电线 它是转接 不是充电线啊 它是转接线 转接这个电脑支架 就是这个电脑支架 跟你的电脑互连 就是这个支架跟你的电脑互连 以前买的都是那种支架 这个是它俩需要互连的 起风了 看这个材质 刚刚刚的很硬实 哇 哇 好结实 然后 看 它是可以这样转的 而且特别耐 特别好用 特别结实 还有一些 它这个阻尼力很小 这个阻尼力很大 而且 这个支架啊 这个平板支架 也是电脑支架 它的所有的各种端口连接 看 全部连接都在这个支币上 所以当你那个线 插在这个上面 直接跟电脑连 电脑以后充电 都不需要插在电脑上了 插这些 然后你所有的 这直播的这个设备啊 所有的 你的那个直播的 转接的那个线 全部都可以插在这上面 看 这里面 这里面 很多USB口 Tag-C口 还有这个 这个PD的这个 这边还有网线的插口 然后这边有内存卡 全部都可以插在这一个上面 而且特别好用 看 很稳吃 全部都是这个 这个 不知道是钢的 还是铝的 很稳很稳 这个大大的呢 是一个补光灯 一会儿我就把这些东西啊 全部架在我的房车里面 就用了以后 用的会比较方便了 这是一个桌面的支架 这个补光灯 你可以放在桌面 这是个遥控器 可以调拍照啊 然后什么的 然后什么的 这是个手机支架 然后这就是一个大的这个补光灯了 拿出来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拿出来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吧 它是2700K到7500K的 然后冷暖光靠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光灯 然后这里面有电池 电线 然后遥控器 整个你坐在那里 你人不需要过去的 全部遥控器去遥控它 去调光 跟这些搭在一起来用 以后我们回去把它组装一下 不拆了啊 不把它拆开了 以后组装好了 给大家看 直接看效果 谢谢 然后 本来这两个东西是早都 到了 早都到了 但是一直没开箱 因为一直南宁来来回回跑 也没有时间去登雪山啊 什么的 这是两双鞋 其实已经拆了 我已经试穿了 然后很好穿 当然买它想去爬雪山用的 然后看它这个底下的这个尺 防滑效果特别特别好 然后版型也好看 是不是 真好看的 很硬 然后但脚穿在里面的那个舒适度很好 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爬雪山 所以也就没有拆它 两双 一双我的 然后一双 是 讲单的 看 都是那种特别防滑的那种 版型的很好看 两双鞋 有机会 我们去 爬雪山 因为在白沙这边 往后面走啊 它有很多的这个徒步路线 比如说什么 牦牛瓶啊 干河霸啊 都是能直接接触到 御龙雪山的那种 不是你说肉眼看到它 而是你能到冰川那里的 这都以后有机会上山了 我们再实测这种鞋的舒适度吧 反正质量啊啥的看着 对吧 而且都是国外进口的这个鞋底做的 看 就有这个标的 所以它的质量是绝对好的 大概今天就这些快递 反正今天也没人 都感冒了 我们就拆开快递 跟着我们回家组装这些东西